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爆2716.94 道琼斯上涨 116.36 爆24727 纳什达克上涨 20.06 爆7364点在中间的个股呢是起起落落都有自己的故事从 финse book 开始发效 Warren是不是已经验证了您所谓的最近不想要做股票的短线而专注在比特币 是不是您觉得这个股票的市场现在实在是困难度很高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团队 我们现在公司从2016年2015年7月份 我主帮回到洛杉矶之后 我们公司现在发展到基本上有三个美国的地址 我记得以前你们这个电台里面也有一个和我姓王同名同姓 就是中文同名同姓 他说哎呀沃人王去中国了 就是当时这种嘲笑 就是觉得这个沃人王美国混不下去了去中国 结果我回美国了他去中国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30岁我进入了这个创立了Chinese Investor 当时是1998年我正好是30岁 当时是一个巧遇哈 因为我当时是做一个等于是一个投资顾问的角色 然后呢我成立了公司 我请来了一个分析师 然后这个分析师突然跑路了啊 他跑到别的公司去了 那我就被架上去了 就是架成了分析师 而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东看看西看看说我变成了分析师 所以一路做了分析师做下来做到现在呢 我觉得就回顾过去20年这个做分析师的历程啊 再回顾这个其实巴菲特93年我就开始研究 巴菲特一买股票就是23年至少 然后30年40年50年 那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呢 他说哎呀我的亲戚在美国很有钱 怎么有钱法就是60年代的时候买了很多当时的股票哈 比如说AT&T 那我回过头来看这个AT&T65年的股票到现在的确都发财了 所以50岁的时候呢 就回顾自己20年都在打打杀杀 每天呢其实都想做好事 告诉投资人买什么股票 结果呢最后还是亏了很多余赚的 我这个人比较直白哈 没有一个分析师来说 比较坦白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心非常好 是希望这个投资人一夜暴富 但是呢由于跟你一夜暴富就要付出一夜暴富的代价 就是说你一夜暴富可能一夜暴平 回过头来发现其实97年当时做了很多正确的决定 正确的啊不是危险正确的预测 比如说亚马逊啊 比如说网易比如说新浪啊 这些股票的投资 因为新浪我记得我买的是10块钱 在我的Aira账号里面结果一路跌到只剩一块钱 那我就是当时在我的博客啊 这个博客啊文章里面就说啊我就等他去 过过等他到了我退休的时候再来看 那么我们回头来看新浪 10块钱跌到1块钱现在是100多块钱 那么当时为什么涨了一点点就抛呢 我觉得还是离不开这种短线的思维 第二我现在团队非常强 我有一个杰森安他是不懂英文的 有人说我不懂股票 所以我们两个人经常到笑话说 中国人是一个不懂股票不懂英文的网站 人家都笑了 因为有人要了为了抢生意嘛 他们都喜欢说一些别人的坏话 我去世做人呢就是不要说别人坏话 因为你说了别人坏话你自己会倒霉的 所以我觉得呢说别人坏话呢不大好 但是呢我觉得就让别人说 别人说我不懂股票可以 别人说杰森安不懂英文的确 但是他做的非常稳健 我一直以前我们公司都有struggle 就是有的分析师他不会操作 他不会做死盘但是他分析的很好 就是有人有一句话很多人嘲笑这些分析师 说到分析师就是说画饼啊就是 就是只会只放谈兵就是就是和打仗一样 很多人打仗很厉害 但是叫他来写本书写不清楚 有的人写本书写得很漂亮 叫他真的打仗打不起来 所以分析师就有这种两类两个派别 但是他能够操作 哈哈哈哈哈哈 这就是什么啊 但是我我我长期来讲哦 还是很多人看准我的眼光 那么就新年当时我都想投 说我问我自己真正的巴菲特是什么东西对吧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 为什么他的成功之道在哪里 我我也知道周小姐最近也我做讲座就是段永平也采访过对吧 哎对对对对哎你怎么知道 我最近想起来我最近把段永平投资网易 因为我们公司有个人投资了网易7000块钱 当时说句笑话就是他这个小儿麻痹症找不到老婆 我都会为他着急啊 他当时赚了点钱 但是他如果现在有1400万1600万 我经常嘲笑别人笑笑话 说他有这么多钱他老婆可能不止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虽然他小儿麻痹症 但是很多女的还是蛮喜欢这种有钱男人 所以我觉得长期投资的最终的根地在于说发现好的东西然后耐心 很多人我看他们嘴巴上就是说巴菲特 但是心里做的都不是巴菲特 嗯 所以我想要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社会上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哈我觉得可以耐心持有 比如说我在去年7月就介绍了NVIDIA 那你周小姐你可以看咱们每一股天天打档杀杀 挡挡跌跌啊 我投资人都跟我抱怨的也有哎呀你NVIDIA 你看你推荐180现在160了 哎呀NVIDIA你看都跌破200了 那你今天就可以告诉他们今天是249 对我觉得这个我说大哥你是做错了 我们就是每个月拿点自己的工资出来投啊 然后你每个月买在不同的点位 不是这样打打杀杀每天啊 这个老年人就拉着我说一定要是不是 是不是我买了一把我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进场 补仓 我说哎呀这个东西你要找杰森安嘛 所以我我个人觉得现在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我现在公司有三个不分公司 我们有很多什么这个长春城大学的NBA 反正脑子比我臭命的多 所以我说我应该太退下来 专心经营公司 同时呢我就要专心研究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比特币将会是下雨 因为我有几个因素 第一它是一个币值非常就是我外面不会增发的一个数字货币 就是我们韦瑞瑞拉发行石油币 我们中国要发行人民币 我们美国要发行数码货币 很多的投资人都在说 我说大哥大姐请问一下 你相信这些国家政府吗 你真的相信中国人民政府吗 你真的相信美联储吗 这些美联储因为很我们的老百姓不懂经济 他们不知道自己手上 他们只看到自己的美金自己的房子在增值 哦一座房子原来在这个Polo Alto一百万 现在升到五百万 但是同样的你的购买力也在大幅的减少 你一个在曼哈顿一个一顿饭 原来最贵最贵我记得是Bijing Dock 现在随便一个菜都是四十几块钱 那我们的购买力在减少 所以有很多老百姓由于他不懂经济学 他只看到房子升涨 而不是说他看到股票在涨 他不知道手中的美金 手上的人民币正在大幅的购买力 活了 活了 是 那你这个货币值得相信 你这些政府值得相信吗 我说No 所以老百姓 他们都不会相信他们手上的货币 还有很多人说 我老王你这些话都是反党反社会 我说这个就是Bijing Dock的最初 就是他们不相信这个东西 他们学的把所有的东西放在Lemon Brothers那里 放在Morgan Stanley那里 放在Bierster那里是不值得相信 所以我们要去中心化 所以这个数字 比特币一定会成为全球的一个公认的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个货币 而且他只有两千一百万美金 他没有发行者 他没有美联储 他没有任何一个单位 所以他一定会越长越高 我个人觉得 所以我觉得 给他20年的时间 让他变成一百万美金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而不是要考虑今天是两万块钱 还是明天是一万块钱 还是八千块钱 所以在我周边的人太多太多 他们都是不断的在寻寻觅觅啊 在寻找下一个黑马 想想下一位 就是我经常人家都说我是大麻之父 其实我连大麻美都没错过 但是我喜欢上CBD以后 我每周都是在用 到现在为止 公司一年了 就看到我一个人在用 没有一个人 每个人都说哎呀我用用很好 第二天 第二周你再找他 他就没用 第三周没有 所以我个人觉得长期投资不是挂在水巴上 巴菲特不是挂在水巴上不断的说 而是说你要去做 你要去就是不要去考虑外界的影响 所以我介绍比特币给大家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加我微信 不相信我 但是我相信十年二十年以后 我们回国出来 大家都会了 那老王已经七十岁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下 下很多年纪轻的人都五十岁了 三十岁了 这个时候他们就下一个 就要找出新一个老王 所以我说我就是希望这一段时间我能够做一个长期做短线 我介绍介绍杰森安 我说正因为杰森安不懂英文 所以他不会被很多消息干扰 所以他也不看 他就看土 他眼睛就死溜溜 这就是他的专注 不要找一个英文 懂英文的看新闻很懂的什么基本面 很多 你越懂基本面 你越是搞不清楚 你要做短线跑跑 就是短线跑来跑去 我觉得还是不要懂基本面 就是看图 看图就是最重要的 好的 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 必须要进一段中场休息的广告的时间了 之后呢我要请问 就是在上个周末3月18号所举办的这一场座谈会 情况如何感想如何重点在哪里 同时也要讲一讲今天做radio program的重点之一 就是抽奖抽到比特币 已经开奖了没有 谁中了等等这些有趣的问题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狗年行大运 美国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 股票代号CIIX旗下推出最新比特币 和区块链最新网站 www.newcoins168.com www.newcoins168.com 最新比特币和币圈行情 分析师研究 新币介绍精彩信息 加入会员就送8块8毛8比特币 微信加入 WarrenWayne2018 WARRENWANG2018 PGNE太平洋煤电公司 以供给清洁能源为宗旨 代表Fiona Chen介绍2018年4月份推出 使用时段费率计划 避免4点至9点 用电过多可节省大笔开销 Whole Nutri的孙医师介绍心脏病患者 吃了QI的功效 Trans Global CEO Philip Hu 讲述为何未来5到10年是财务变化最巨大的年代 3月24号周六晚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 Maxroll Cupertino 以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育满湾区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oll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oll 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odeSteel Maxroll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oll Cupertino 请下贝拉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税法更新 报税须知 虚拟货币税法 一年计划8%回报 月月领 五年计划不受股市影响 12%潜在年回报 七年计划保证无下跌 8%潜在年回报 万王之王免税财务规划 3月24号万富领财 省税免税风险控制讲座 由权威税务师 注册财务规划师 全球百万元桌顶级会员 20多个保险业顶级大奖 一望瑶主奖 888-835-0698 连锁加盟顾问公司FriendNet 将举办两场加盟商说明会 您有机会跟八家不同行业的连锁商 一对一了解他们业务运作 投资数额 加盟条件等等 现场有政府非盈利机构SBA及Score 提供创业资讯及辅导 第一场3月27在拉斐亚 第二场3月28在Pala Auto 现场还有iPad幸运抽奖 前25名出席者将会获得商业成功的秘诀 一书报名短讯电话 Liang650-660-7837 650-660-7837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最新的长期护理保险 两人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受保险理赔 如您有三高 也可以让您承保 还可以用401K的钱买 免费教育讲座时间 3月24周六下午2点至4点 留作请致电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梁小姐 昌星珠宝隆重介绍 豪雅卡莱拉系列 自动计时马表 灵感源自赛车运动的经典 现代运动晚表 速度活敢激情 无惧挑战 成就自我 优雅兼顾耐用 热爱运动 男士最佳选择 昌星珠宝钟表集团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CH Premier 史坦福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温文王你好 周小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跟我们矽谷湾区的投资朋友 一起来回味在3月18号的这场座谈会 到底是什么主题 参加的人数怎么样 他们的兴趣何在 非常非常好 就是来了爆满哈 但是说句老实话 很多人都冲着这个一枚比特币来的 嗯 这也是亮点之一啊 对对对 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老王大方 真的还假的要8000多块 结果呢我们抽到了很多弯曲的朋友 415650很多很多 15是旧金山的吧 65是硅谷的对对吧 嗯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我们当场会说出一枚比特币 三枚比特币 三枚以太币 五枚莱特币 我们呢有一个规则就是说 首先电话要留 因为我们通知你中奖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发电邮 第二呢我们那一天呢请你 就算不看我们的视频 也请你一定要拿着手机 等着我们的电话 嗯 结果我们发现很多朋友都没有 那我们洛杉矶的朋友反而很示弱 因为626914914的这些朋友不多啊 但是一等奖呢我们中在了 就Orange County的一位朋友 一位女士我们还有一位先生呢 中了一个奖 中了一个莱特币啊 所以其他的都去了台湾 去了香港 有一个中国吉林省的观众朋友 获得了我们莱特币奖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非常可能考虑在旧金山和硅谷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加我微信 Warren Wayne2018来参加 因为每一天呢 我们都会有 每一个用注册的用户 我们都会送8块888 每一天呢 我们都会送抽出88块888 但是我们不是每天抽 我们是累积的 嗯 我们第一个累积奖是1244块钱 是送给了 是抽到了一位我的同乡上海女士 Sindy 嗯 他获得了12444 我打电话给他 他在旧金山 所以我现在发现我们旧金山的参加 NUCOINS 168 NEWCOINS 168.com的朋友非常多 非常多旧金山和湾区 所以有陈门周小姐的帮助啊 我们的名气在旧金山硅谷地区 是非常非常旺 那我们也希望下一次第二站的 NUCOINS 168的抽奖活动 能够在硅谷和旧金山地区举办 期待 然后让大家 对 让大家能够有获奖的机会 让大家能够见到我们的不同的分析师 嗯 我们那一天呢 出了 我们已经招了一个ICU的分析师 是来自旧金山的Christine Hong 她是广东人 但是她不会讲中国话 她是ABC 她是专门分析ICU的 她是原来在 那她跟Jason就没有办法沟通了 我们有翻译Kinsley是我们的责任编辑 UCLA的高材生Kinsley 对对对对 Christine也是Los Angeles去的 她是UC Irwin的毕业生 但是她研究了很多ICU 她对ICU特别的了解 当时的挺多听众朋友 都拿出手机来拍这个 她的这个幻灯片 大家对ICU非常非常有兴趣 因为大家想这个 这个ICU好像是像VC一样的 500500500 500050005000 如果中了哪一个注了的话 那就发了 大家有在想 都对ICU很有兴趣 虽然这个市场不是说那么好 大家都觉得哎呀也很正常 跌了涨了那么多总要跌回来 所以大家对ICU Christine Hunt非常有兴趣 还有大家想了解这个 Jason Irwin是怎么每天 买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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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特币 它的回报率其实要比你买了以后 持有的也高数很多 哇真的 因为它总有一个 第二它也没风险 很多朋友在比特币在15000 买了结果现在都被套在那里 在那边叫啊怎么办怎么办 低了他也不敢买 高了他又不舍得抛 所以现在很尴尬 这种朋友很多很多 Brian就会告诉大家 他是怎么去分析一些三代 怎么去发现 那么威尔老师呢 跟大家讲很多比特币的股票 比特币的概念股 所以这几个台积电 其实是一个比特币概念股 他是在纽交所 他是台湾的公司 但是张总某的 对他是比特币第一股啊 所以这个东西 今天收在44块8毛3 现在都喜欢比较流行语 叫一百倍 一千倍 千倍币就是一千X 都是X 所以这个是4X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有很多朋友他不喜欢买比特币 他可以买这个比特币相应的概念股 这个威尔老师也做了介绍 所以大家记得 到Nucorz168 获得我们最新资讯 大家也可以拨打800958 8561 注册就送8块888价值的比特币 或者加我微信 OranWayne 2018 来获得我们Nucorz168的注册会员 我也希望大家有中奖的机会 其实我们的中奖的几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们现在只有500 不到600个会员 从600个人当中抽出一个 那简单多 Nucorz168.com 这个网站是教学的网站吗 这个跟您最近成立的比特币投资的教育学院中间又有什么关联呢 周小姐对我们都太关注了 很多细节都被你记住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宣传 其实中文投资网呢 就是他们一贯是做投资教育 投资教育就是注重在实战当中做投资教育 包括我们的VIP看板室 比特币我们也开创了自己的比特币的收费的一个栏目 比特币直播 我们Nucorz168是一个带有新闻评论信息的一个网站 我们新闻呢 现在在纽约和洛杉矶呢 已经建立了记者站 纽约呢 现在马上有三位记者全部到位 洛杉矶已经有两位 都是硕士以上学历的 然后呢 即将在中国呢 也开设一个记者站 然后我们是全球准备是做全球24小时7天的 全天后的关注比特币行业资金区块链之间的这些新闻 分析的话 我们有Priston Holm 他是ICU Jason Allen基础分析 Brandon是做我们做三代币 Will是做比特币股票 所以我觉得分析师都会给大家带来无数的精彩的分析教育 从事我们呢 也会有比特币交易学院 我们分level1 level2 level3 比特币怎么操作 三代币怎么操作 以及ICU怎么分析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5月1号即将登台的比特币投资交易学院 这是一个都是在女款168集团下面 我们觉得这项是一个新的一个对我们股东来讲 我们是一个新的revenue stream 为给中文投资网带来很多收入的一个机会 那对于系股湾区想要投资比特币的朋友 他们应该怎么样开始 是趁着现在比特币的价值还不算高 就分歧的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买进 那这个网站newcoins168.com可以学习到这些基本功吗 可以我觉得每个人的落代为安能够是第七高抛 那么我觉得就找杰森安老师 如果大家喜欢像我这种每一个月 我是提倡每个月工资拿一点出来 十年之内你要投资十万价值的比特币 那么你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回报率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是你不要买很多 你就买一只比特币就好了 也不用管就那么简单 跟着我买NVIDIA从去年七月开始花朋友都赚到钱 不会跟人家吹嘘说 哎呀你看我今年赚多少 我是说十年二十年以后 你会有一千万两千万 很多人他有的人就比较急 他说哎呀我到了 我现在三十岁到五十岁吃也吃不好了 所以我就喜欢一夜暴富 但是这个一夜暴富很难求啊 所以我觉得有的朋友比较耐心算了 就把这个钱赚了以后 留给孩子或者是以后出国旅行啊 什么都可以用我觉得这个呢可以跟我学 但是如果想一夜暴富可以跟杰森安 他已经从去年七月份不到一年 他已经赚了四倍 所以这个的话怎么赚的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跟他学一下 太好了 所以newcoins168.com 不但是一个学习做各种电子黄金的币值的一个网站 可以学到教育等等 随时都可以抽中奖品的机会 这个是我们矽谷湾区的朋友们呢 可以主动的上这个网站来查询 那么我们也期待着 沃润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再度到矽谷湾区来做一场seminar 集中在矽谷以及在靠近旧金山地区的朋友们 敬请期待这个消息 好节目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请沃润来做一个seminar 好的 那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最新推出的newcoins168 一个在美国地区第一个中文的比特币信息分析的网站 它的全名是newcoins168 newcoins.com 对于每一个注册的用户呢 我们赠送8块8毛8价值到比特币 这种康侃呢是别的没有的 为什么要赠送呢 不是说这个8块8毛8很值钱 主要是有很多朋友通过我的电邮 在coinbase开户 那么你就可以拿着这个8块8毛8的去开户 所以这是你的一个第一个step 但是呢有人说这个要成就一个人 就让他去买比特币 要毁灭一个人也要去买比特币 所以我送给别人的时候曾经倒过16块 最近有在骂我说变成4块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好人难做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就可以去开户 就了解这个比特币 至于你愿不愿意投资 就是我们赠送给你的一个见面里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信息分析 还有教育学院 大家可以叫我微信 我人玩2018 除了这个每天赠送比特币之外的 我们还有不同的 每天都有一个开奖88块8毛8 我们是累积奖金 我们每一个月会办一场活动 通过视频直播向全世界公开 我们随着而讲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连续三月的 一个promotion的一个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在北美地区唯一一家中文的区块链 感谢您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继续我们下半场的访谈 访问的嘉宾是李嘉一 不要走开 税法更新 报税须知 虚拟货币税法 一年计划8%回报 月月领 五年计划不受股市影响 12%前在年回报 七年计划保证无下跌 8%前在年回报 万王之王 免税财务规划 3月24号万富理财 省税免税风险控制奖座 由权威税务师 注册财务规划师 全球百万元桌顶级会员 20多个保险业顶级大奖 以望瑶主奖 888-835-0698 董燕杰SVRE地产实业公司 Broker Owner 地产买卖物业管理 贷款和重新贷款 董燕杰南开中学 清华大学 斯坦福大学校友 电话及微信 650-867-1248 650-867-1248 Transpacific 外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 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跟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GMCC万通贷款 Direct Lender 专金大额贷款 EAD H1 信用不满两年 都可以做大额贷款 首付只需 18% 8家分公司 为您快速服务 请登陆 GMCC Loan.com查询利率 GMCC成真贷款经纪 每周提供专业培训 及一对一辅导 招聘经纪 及培训热线 650-996-1982 996-1982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 Eco Lender BRE Number 050-09029 NMLS Number 254895 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信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 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 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最新税法方案出台 税改将如何影响 业主和房地产投资者 位于Pala Alto的 德利昂地产首席执行官 兼法律总顾问 Michael Repka 拥有地产法 和税法博士学位 义务为我们的客户 提供此次税改 带来的影响 共同探讨您的 房地产买卖目标 另外 限于德利昂地产 直接购买德利昂上市房产 我们将免除 百分之百的买方用金 奖请请致电 德利昂地产 650-368-8688 爱美业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Bufford Day Spa 的美容师Grace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美容小知识 今天我们的topic就来讲一下 如何处理暗疮 暗疮呢是一个很烦恼的问题 青春期的小朋友们 暗疮一般会从额头开始 长下来脸上面 然后再延伸到下巴 因此在处理暗疮的时候 我们从额头开始就要跟自它 不要让它从脸上面蔓延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跟自的时间那就是比较长了 如何处理这些暗疮呢 我们分成三大类 第一个是在家居如何清洁皮肤和如何消炎杀菌 千万不能够用手去触摸或者是挖这些暗疮 因为会留下疤痕 甚至会发炎 然后慢到全脸 所以千万不要做触碰它的动作 再来就是要多喝水 多吃水果青菜 要休息 尽量不要太紧张 如果体内的肝脏 我们的火旺盛 所以就容易引起我们会产生更多的暗疮 另外一个方法根治暗疮 就是来到美容院 通过美容师帮它的生成清洁 并且我们把药用的产品 索阳酸 放在脸上面 因为索阳酸可以让皮肤的暗疮 消炎杀菌并且不如疤痕 还有通过软激光 软激光是一个没有刺激性的一个仪器 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可以平衡 油脂的分泌 并且消炎杀菌 是一个不错的效果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可以跟朋友们再分享一下 成年人的暗疮问题 谢谢大家 Bowford Day Spa 由美容专家Grace 治疗各种黑斑暗疮 及暗疮疤痕 抗衰老 去皱纹 减肥等各种美容项目 专精纹绣韩式眉毛 美铜县三滴风泉 Bowford Day Spa 电话408-861-0886 408-861-0886 4314 Moore Park Avenue San Jose Bowford Day Spa 让您永保青春 永远美丽 联锁加盟顾问公司 FriendNet 将举办两场加盟商说明会 您有机会跟八家不同的行业的联锁商 一对一了解他们业务运作 投资数额 加盟条件等等 现场有政府非盈利机构 SBA及Score 提供创业资讯及辅导 第一场3月27 在拉斐亚 第二场3月28 在Pala Auto 现场还有iPad幸运抽奖 前25名出席者 将会获得商业成功的秘诀 一书报名短讯电话 Lean 650-660-7837 650-660-7837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李佳音时间 佳音您好 周磊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已经面临到 要报私人税的最后冲刺时间 很多朋友呢 已经开了账户的人 也要选择怎么样做contribution 同时要对自己的退休计划呢 有一个更完全的了解 那我们今天请到李佳音 来介绍在股市达到高点以后 现在正在区域中的动荡 又担心投资股市的 这个赚的钱就变没有了 同时呢 还有哪一些省税的计划 说不定是比赚多钱存不住更好的 同时我们今天也会介绍很多新的产品 我们现在就请佳音来给我们介绍吧 对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报税季节 来讲一些省税的计划 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股市 屡创新高 不停地打破以往的记录 那股市高升一则以喜 一则以忧 我的客人常常会问说 股票要不要卖呢 到底还能升多少会不会泡沫化呢 这样的问题问股市专家也都是解读不一 如果您的钱是放在保证利率里面 而且年年为您锁定高点 您便是从此以后不必担心股市 然后高的时候为您锁住 低的时候为您保证利率 那我现在就向各位介绍几样新的产品 哦还不止一样 对今天发现还有一样上个月 就才出来还不到一个月的 所以今天就趁这个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新产品呢 它是除了每年保证利率7%以外 并且开户就送7% 也就是说第一年 你就可以拿到14% 当你的钱一放进去的第一天 它就给7% 然后这个7%的last一年 意思就是说 你第一年之内放进去的钱 都保证给你7% 然后年底的 对就是增加7%放在你的产品里面 然后年底的时候再保证给你7% 但这个还不是最好的 它同时的时候也是放在Mutual房里面投资 如果说投资超过7% 它就在7%以上帮你锁定 比如说你的今年进来是12%好了 它就帮你在12% 帮你锁住 然后加上原先 所以没有封顶 没有没有 这个是没有封顶的 投资型的年龄 对 这是一个security product 是不封顶的 所以如果说今年您赚了12%加上原先给你7% 就表示说第一年也赚了19% 实际上是不止如此啦 因为第一个7%是第一天就给你的 你要知道第一天给了 再加上后面再赚的话 那其实就已经是不止7% 然后如果是在退休的时候呢 它也是拿的比其他公司多0.5% 因为通常一个公司就是给5% 它是给5.5% 至少至少如果您是很保守 觉得7%是OK的 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product 那另外还有一家公司呢 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开一个个人账户 一定会照顾照顾夫妻两个人 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夫妻接力 就是说当这一个人的owner 比如说是先生 但是呢 无论任何一个先生或是太太过世 那任何剩下的这个人 就是可以拿继续拿终身收入永不止息 或者你也可以说我要拿desk benefit 就说它是非常非常flexible 而且如果听到desk benefit 那就知道是人寿保险的产品 但是具有其他的功能 这个不是人寿保险的产品 这个是投资型年金的产品 annuity 对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可以用省税的钱来开annuity的account 这是variable annuity 那当然呢 刚刚讲的prada在65岁是可以拿到6% 而且它是以年长的计算 因为常常夫妻接力都是以年轻的那个计算 那这个这家公司 比如说太太跟先生相差10岁的话 就很滑得来 就是老的那个计算 然后最近刚刚出来不到一个月的新的产品呢 它是也是每年给7个percent 但是这一家产品呢 是一支连续就给30年 给30年 对刚刚介绍的是给12年 就是给30年的话 就很适合很多年轻人的 比如说你三四十岁 你就可以开始慢慢存这个 因为它给30年 guarantee是7个percent 而且它是每季帮你加一次1.75percent 就是说你每季它帮你重新计算 你这一季呢 你是赚了1.75percent 还是说比如说你赚了3个percent 它就是说等于是一年帮你加四次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呢 从前有出 有有产品出来过 但是已经停了大概两三年 现在又回头再来 你要知道当利率增加的时候 对这些insurance company的这些 percentage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对加油 他们就可以provide更高更高的这些利率 给听众朋友 那其实说做好一项退休计划 即使是存够了钱 其实还是也需要合理的投资 即便是在退休的时间 仍然必须要继续做好明智的投资决定 那退休投资计划呢 是与领取的涉安金是大大不同的 领取涉安金是一份固定的收入 是啊 对每个月从美国政府负责开支票给退休者 活多久拿多久也没有死亡理赔 对 而自己的退休金是不一样的 如果每年由自己的退休金总数领取5% 剩下的95%他仍在投资中赚钱 在下一次领取5% 就会多过上一次领取的百分 等到上一次的5%比较起来就比上一次要多 那肯定是会赚钱吗 不会赔钱 对如果说股市下降的话 他就在你上一次领的支票当中原地踏步 比如说你拿了2000块 如果说股市上升10% 你拿了2200块 等到下一次股市下降20% 你就人就拿2200块 一直拿到股市再上升再帮你加值的时候 所以这是跟Social Security很大的不一样 那你尚未领取的部分 他一直在增值 这就是为什么在即使在退休的时候 人就必须做好明智的投资决定 那另外呢 投资计划会影响您的退休生活方式 那当然 对不同的目标决定在不同的投资策略 如果说有像有些人很喜欢研究投资 亲自决定试图做一些提升报酬率 然后势必公清就可以积极参与投资 那有些人不太想费那么多功夫 就有市场报酬 而且收入可以年年升高 并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甚至于还有死亡理赔 就应该考虑投资型年金 就是variable annuity 我以前是前者 喜欢势必公清 亲自都要来自己管 但是现在比较喜欢后者 对因为有些客人也是不太一样 因为一个时期每一个时期人都会改变 当然你要势必公清也是可以的 它这些所有的Mutual Fund 一年可以让你免费转换12次 你也可以选不同的allocation 那你这个allocation就会帮助你的成长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目标就要达成高过7% 这就是势必公清 如果说你觉得哎呀7%OK了 你就让他让他留在那里的话 你至少每年就会拿 其实我说一句老实话 每一年固定的7%的回报是很好了 对呀而且现在又给又一开年又送7% 那这个有没有是照样要付income tax的吗 这个的话呢你不用钱的时候就不用付tax 在存钱的时候 不管你现在是qualify的钱 或是银行的CD或是转过来的话 你在投资的时候赚钱 它不像你的股票买卖 你买来卖去你赚的钱就要付税 这个的话在这个理念打滚 是一直不用付税的 一直等到你要退休 你要做distribution的时候 你就要领退休金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拿多少付多少的税 就是普通货币 对那但是你那时候退休的 你的tax一定已经降低了 假设如此 对对降低的话 那你要想想看 如果你用这样子的话 来收取你的退休金 有些人是说哎呀我就用投资房地产 那你想想看你如果说有出租的房产 你觉得可以产生退休金 但是总有一天你的租金 收入不值得你那么大费周章 你老的时候你要去修房补屋 赶房客还要缴地加税 所以你要想清楚的时候 你是愿意被这些管理投资半岛到什么程度 你要不要出去玩 要不要去vacation 你要钱自己滚进到你的银行账户来 还是说常常要听到你的房客的complain 好当然年纪大 屋子的年纪也大 你到了屋里年纪大 当然会各种毛病都出来了 也许有的人他不再想管输租物业 他想要卖掉 是不是可以考虑如果他真的主动的要卖掉房子的一大笔钱 有没有什么投资的产品可以park在里面又可以拿到收入又可以不要再交税的 对说实在这些产品零零总统是蛮多的 我刚刚介绍了大概三种 但是还有一些 如果觉得说七年的合约是很久的 还有的是五年的 OK 好我们在讲这个五年的之前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今天访问的嘉宾是嘉英理财的李嘉英 如果个人的家庭都有这方面的需要 尤其是在报算之前 想要找一转明灯 那么请致电408-839-8596 408-839-8596 赶快的跟嘉英理财的李嘉英 做一个person to person的appointment 把自己的退休 还有报税之前的contribution 做一个笃定的安排 希望大家能够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 就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记起来了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嘉英理财 理财嘉英 审税策略终身收入 深潜利益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长期护理 投资息年金最低保证利率7% 请致电408-839-8596 839-8596 www.goliv.com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 最新的长期护理保险 两人核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寿保险领赔 如您有三高 也可以让您承保 还可以用401K的钱买 免费教育讲座时间 3月24周六下午2点至4点 留作请致电408-466-0233 408-466-0233找梁小姐 GOOGAM 您房屋贷款首选 GOOGAM 总部位于Sunnyville 在Curpertino Burlingan Fremont Frescent Saramun North San Jose 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来 欢迎加入GOOGAM 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408-720-6800 您是为合格的吃货吗 老赵串菜馆推出新菜了 麻辣细嫩的蝉嘴蛙 麻辣滑润的脑花 老赵串菜麻辣食足 正宗地道 满足热爱串菜的吃货人 最美食的追求 老赵串菜馆三家分店 Montagneau San Mateo New Peters 欢迎唐食 公司团购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食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的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 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日线 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把他一展作 家英理财 理财家英 省税策略 终身收入 生前利益 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 长期护理 投资型年金 最低保证利率7% 请致电408-839-859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李佳音小姐您好 走了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稍微改变一点 访谈的方式 就是我来请问 李佳音小姐 有一些理财的功课 您来跟我们一起做 这样让我们了解的更透彻 也包括了这些省税的一些知识 对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说要做理财的话 最重要的是风险要最小化 就是说降低你的风险 你要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 你要知道如何去避免这些风险 我刚刚讲的这些product 当中就是 可以让你避免到这些风险 至少你有一个minimum的income 另外呢就是你的省税策略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报税季节了 如果说你不懂得省税策略的话 那个钱就是让它在人间蒸发 不是说你今天赚多少钱 你也知道在美国赚多少钱 到时候报税就爆掉了 你要知道你报税之后 你还可以留多少钱 你今天赚的钱是qualify可以做Aira 还是可以做SEP Aira 还是可以做define benefit 还是可以做profit sharing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减税的 那还有呢 就是说你要知道如何用衍生产品 什么是衍生产品呢 什么是衍生产品 就像我刚刚讲 你省了税的钱 你要放在哪里 才能够越赚越多 然后避开风险 像我刚刚讲的variable annuity 你赚了钱 你要省税 你省了税的钱 你放在有一些 minimum guarantee的income的地方 你放在那边 它能够自己在那边滚雪球 越赚越多 然后也没有这些 像股市上下坡栏的这些风险 你至少有个7%可以拿 这些就是所谓的衍生产品 然后如何你要避免财产人间蒸发 比如说税收 你缴到国税局的钱 你还拿得回来吗 拿不回来 拿不回来了 对 绝对是拿不回来 还有债务的利息 如果说你去借贷这种 那种债台高足的这些利息 利息一付出去 也是拿不回来的 对不对 也不一定能抵税 对那当然不能抵税 对那还有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也是 你如果不能够对抗通货膨胀 那等于也就是亏钱 比如说你的钱放在银行里面 你放在银行里面 你能够拿多少利息 有没有一个percent 某一些产品有一个percent 不过一个percent 但是你的通货膨胀是多少 不止 不止 对不对 国家多数的数字 所以你钱 对 所以基本上钱放在银行是亏本的嘛 还有就是不良投资 这就不用说了 你的 赔钱 对啊 一些赔钱的股票啊 那还有呢 就是说 当然退休金早存 这这个不是大人的专利 我不要说是老人的专利 我说不是大人的专利 就是也是年轻人要应该考虑到的 因为当你年轻的时候 你就开始做好这些省税策略的时候 让这些钱越滚越多 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 你自然就有这些退休 退休基金可以拿 那我今天讲的 那投资型年金呢 是专门针对投资退休计划而设计 除了我们刚刚来说的 边拿边赚钱 参与股市 避开风险 越拿越多 取之不计用之不竭 另外还有死亡理赔 还有就是说 你到70岁半的 他还有一些RMD的 friendly的这些优势 然后怎么样RMD能够friendly呢 就是拿minimum 少交税是吗 你到了70岁半的时候 一定要拿 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 但是如果说 譬如说你到65岁 你就开始每年拿5个percent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你根本就不需要 不需要去worry这些RMD 对啊 那如果说你真的到70岁半 你都还没有动的话 你要拿RMD的话 他也不会给你penalty的 为什么呢 因为RMD是政府required的 但是如果你不拿 就会有penalty penalty是从国税局来的 不是从我们这边来的 所以的话呢 如果说投资型年金 他可以帮你延缓缴税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现在放进来 你是用你qualify的钱 放进来之后 他帮你一直滚雪球 滚了雪球之后 你每年还可以做 免费12次的这些reallocation 你越赚越多 但是都不需要缴税 你连税单上面都不需要填 你的这些利息分红 通通都不用赚 因为收不到天内地内 或者是外 完全没有天内地内 一直等到你要退休的时候 花了多少钱 才需要去缴多少钱的 缴多少钱的税 所以的话呢 你还是要 需要稍微选择一下 清算一下 你平常投资 跟你的支付的生活费用 重要的是在 实际上提款钱 要如何考量你 降低付税 这是最重要的 那我今天还要再讲一个产品呢 就是说 有些听众朋友 尤其是年轻的 刚刚生了小baby 他们都会 他就要为儿女筹费 大学教育基金了 对 常常问我说 大学教育基金 是用哪一个product最好 我想跟各位讲 这个whole life 是最好做筹集大学教育基金 而且他是赚了钱 也不用缴税 那最好呢 就是孩子越小 保费越低 孩子 这是很重要的 不要说 小孩子已经十几岁 再来找我 我说 你这个钱是 变魔术也变不出来的 时间 对 最好就是 小学之前 就赶快就已经把这个 因为小孩子 保费低 你可以保得多一点 然后 但是动用资金的权利呢 是留在父母 就是说你是owner 将来要这些钱拿出来 不管要做什么 你可以做到小孩子的 大学教育基金 他们结婚 他们买房子 都可以 那这些资金 是永远堆积不停的 而且并且每年成长 6到12% 我又知道 6到12% 它这个是有机可循的 它过去20年的成长 通通可以 在网上就可以找出来 所以但是 最重要 我还是要再 repeat一下 就是千万要在 孩子年纪小的时候 做好这些计划 免得失之交备 因为这个成长 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所以就用一个人寿保险的 这个各种功能 来为儿女筹集大学教育基金 并且要趁自己的孩子 年纪才小 就是你要付的钱也比较少 然后以后滚大的这个钱里面的 铺里面的钱才更多 对 而且这个钱你要记得 就是说 就是资金的动用权 都是留在父母身上的 所以是以你自己来决定的 而不是像那个 就是有的大学交易基金 是一定要用在上学才行 那所以说 不是说每个财务顾问 都能够帮你赚到心中的目标 但是如果你可以善用这些理财产品 设置投资方向 你不会不难达成目标 那理财产品零零种种 有人要注重自己的退休计划 有人注重死亡理配 也有些人呢 是希望财富传承 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被国税局罚款 还有那个RMD的精准计算跟领取 这些都是投资型年金可以为您做到的保护措施 投资型年金刚才讲到了7个percent 刚才你又说还有一种5个percent的 这个是哪一种产品呢 这也是投资年年金的一种 因为有些人觉得说7年合约有点长 那这一家呢 是它是说可以有5年的 那它而且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feature 就是说任何时候你可以从个人账户改成夫妻 共同账户 而且任何时候可以决定是否要加上一些附加条款 就是说原先你可能没有lifetime income的 你现在可以加上去 或是你可以减去这些附加条款 那这些条款也是可以说你保证利率是要多少 或是有不同的程序 然后还有呢 就是在享受年金的时候 也可以因为年龄增长而越来越多 然后每年呢 除了为您锁定最高点 也可以为你随时加码 这些都是很有弹性 许多特质在很多层次 层次上跟程度上有更多对症下药的功能 因为每一个人都 他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所以也不能说一刀切 就是一个产品卖给所有的人 那我的话就是有appoint的许多许多不同的公司 那产品carry的也很多种 所以我都会跟你们先谈清楚 跟听众朋友了解 您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我才会用一些比较一些友善灵活 然后还有弹性的 然后给您任何时间作为一个调整 不要被牢牢锁住 那理财呢 它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很多人都会犯错 不犯错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说能够从错误到学习教训 不要再犯错 那这边 我这边呢是有许许多多的保护措施 然后也有一些很多名字的决定 都是经过今年累月不屈不挠 很多听众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计划 所以的话如果说您 为您的孙子啊 儿女着想啊 或者您将来会生病啊 这些会都改变您将来动用退休资源的方式 所以的话我会帮您慎选计划 这个是十分重要的 嗯 今天介绍的这些概念 是随时随地都必须要学习的 就像李佳音说的 理财要成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课程 但是有一些是不是适合在4月15号之前做的 是否可以给我们做一些提醒 对 像我刚刚讲的话 有些人呢适合开AERA 有些人是适合开CEP AERA 还有些人适合Defined Benefit 还有些人是Profit Sharing 那你到底是适合是哪一种 当然是我们是要make appointment 跟你谈话了才知道 到这个时候呢 您也许跟你的CPA都谈好了 你的CPA也会跟你建议说 你今年要存多少AERA 你今年要最好开一个CEP账户 或是有一些Defined Benefit 如果说您已经知道 您今年可以就是把这个钱省出来 不用缴税 然后我这边可以帮您赚更多钱的话呢 现在就是跟我预约的时间到了 然后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 我所刚刚提到的一些衍生产品 这些衍生产品不但是可以保护您 并且可以帮您赚钱 所以我们最重要像我刚刚说的 要风险化到最小 要避开风险 然后呢将来能够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所以的话呢 如果说您今年现在还还在 正在做报税计划呢 或者说你离开某一家公司 你有一些401K要做一些Rollover 或者说您到了59岁半 您可以做一些在职提款的时候 然后我会把这些产品介绍给您 看看您比较适合哪一种计划 那我的电话呢 是408-839-8596 我现在办公室呢 是在2901Morpark Avenue San Jose 如果说您要跟我预约的话呢 我一定会尽我的所能 将把所有这些理台阶的新产品 这些友善灵活有弹性的 然后供给您做参考 非常好 今天的节目对我们正要报税的朋友 或者呢正在想自己的退休经济化里面 应该怎么样做一个reconstruction 都非常的有帮助 请大家致电李嘉音 408-839-8596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完全结束了 非常感谢嘉音 谢谢您 谢谢周乐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是周乐 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嘉音理财 理财嘉音 省税策略 终身收入 生前利益 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 长期不理 投资型年金 最低保证利率7% 请致电408-839-8596 839-8596 www.golily.com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키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